这个长得像城之内的伊泽瑞尔 是游泻房东大妈家的憨儿子 同时他也是赌王城之内的继承者 使用超赌狗卡组 直接让乌鸦在银沟里翻船 因为三年前家里的机械钟突然坏掉 伊泽想要替老妈修理 结果却越修越坏 并且在与老妈的争执中 伊泽说了很多过分的话 于是直接离家出走三年 主角团得知后训斥了他一番 不过幸好伊泽在这三年里学的是修理钟表 所以众人开始为他出谋划策 而这个黄毛也不愧是黄毛 居然敢对大嫂动手动脚 主角团先是给这小子换上正装 随着大邱姐为黄毛打好领带 一旁的游蟹和乌鸦不禁赞美起邱姐先会 与此同时 穿上西服的黄毛已经找上了房东大妈 奈何这家伙满嘴炮火车 瞬间激怒了自己的老妈 房东大妈抄起凳子就将伊泽赶出家门 眼看母子吵得不可开交 乌鸦上前表示遇事不决就要打牌 于是牌局直接搞起 伊泽先下手为强 召唤灵工怪兽中结束回合 好家伙 大哥你不会真是城之内的后人吧 起手居然连牌都不盖 乌鸦召唤黑羽之铁锁焚风 眼看自己的老妈都在支持对手 这让黄毛十分不爽 而乌鸦还感觉自己行了 疯狂训斥伊泽 特殊召唤黑羽乌鸦之迅雷疾风 对怪兽中发起攻击 黄毛伊泽表示要给嚣张的乌鸦上一课 让你见识一下何为传说中的灵工怪兽 只见怪兽中吞噬了迅雷疾风 乌鸦被惊到直呼纳门 原来这个怪兽中就是个加强版的内计魔 在吸收怪兽的同时还能获得它的攻击力 乌鸦稳住不慌 发动铁锁焚风的怪兽效果 直插伊泽的老妖子 下降其400点生命值 简单结束回合 轮到带鼻环的伊泽 召唤中骑士12号 搭配魔法卡发调装置 效果当手牌中有比中骑士星数更低的怪兽时 可以特殊召唤 召唤中骑士3号 怪兽效果一回合扔一次硬币 如果是正面便将攻击力提升1200点 并且当场上有其他中骑士存在时 还能获得一次扔硬币的机会 王杰克一听就感觉棘手 现在场上可有两只中骑士 意味着他们可以互相套娃 首先是12号 结果不出意外的失败了 不过利用中骑士的怪兽特性 可以让12号骑士再扔一下硬币 这次是正面 12号骑士上升1200点攻击力 伊泽表示还没完 因为中骑士3号也可以扔硬币 二分之一的概率是正面 3号骑士上升1200点攻击力 12号骑士剑斩乌鸦的铁索翻封 瞬间削减了乌鸦大额生命值 黄毛一则得意到了极致 他要在这回合葬送掉乌鸦 好家伙 乌鸦这是要阴沟翻船的节奏吗